好 冷靜 馬雲被辭職之後 現在傳出來 變成馬化騰被辭職法人代表 然後馬雲在中國的網路上 竟然還放出傳出來 全家罹患癌症的新聞 那其實像這種新聞 如果你要google的話 以前如果都知道這個訊息 現在網路上google的到 但問題是你以前從來都沒有 一直到你現在講說 他被人家下野之後 他突然這個新聞一併的出現 那事實上郭文貴 不是第一次提到說 這個馬雲可能要特別 小心的事情 他兩年前就曾經有公開的講過說 馬雲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為什麼 他的前提是你跟中共這個當局合作 其實不會有好下場 尤其是你成為這樣首富 或者是你掌握很多資訊上面 流通的這件事情 是你特別要小心的 所以你看到郭文貴在這一次裡面 其實很多人就講說 他掌握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你知道他前幾 他上一次甚至還提過 講說哇 香港的事情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很有可能 這個會自倒自演 甚至有什麼火車出軌的事情 結果我們也想到隔個兩三天的時候 香港也發生火車出軌的事 所以他這一次再出來講的時候 大家就特別注意到是 他直接點名馬雲 可是你剛剛看到那個視頻裡面 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講到說馬雲有一個兒子 其實是腦癌過世 但是現在在網路上面 你可以找得到的是 包含他的太太是得到了乳腺癌 女兒也得到癌症 就連馬雲自己都得了直腸癌 一家裡面三個那個兩代 全部都得癌症這件事情 而且還都從不得的 很不合理 對 而且還得不同的癌症 對 而且子女年輕 這個健康喔 這個年紀小的都得癌症很不合理 大部分我們講說 你如果有個病死的話 很有可能是同一個地方 你自己要特別小心 比如說大腸癌或什麼的 就你特別這個病死裡面 家族病死 我們就稱為家族病死 可是這個不是 也就是說他在不同的地 在不同的這個這個地部位 都長癌症 再來就是什麼 在同一個時間點 這些新聞都被跑出來 那所以呢 其實以郭文貴他的想法 他就會他就會認為說 這個部分難道是被癌症了嗎 所以被癌症意思就是說 你想想看 他自己本身得癌症 然後兒子已經過世了 老婆也得了 女兒也得了 那如果全部都得光了癌症之後 那馬雲的資產 這一些怎麼辦 他還能夠掌握的這些部分 到最後是由誰來處理